跟大家报告一則消息 就是人民银行刚才9点15分的时候就出了一个数据 公布最新的一年期贷款利率 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一年期是3.7 五年期以上的LPR是4.45 两个数据跟之前6月份的时候的数字是不变的 这个数据是不是你预期之内 如果人行或者中国不用这个减息去刺激经济 但是又看到有一个放缓的危机的时候 是否未来预计是其他方面会有政策出台去刺激经济 我想其实如果是人行的话就是股量货币政策 我觉得这个最终维持不变的HPR 都是预期之内 其实市场都猜它应该不会怎么动 因为其实你看看人行过去几次出来 描述货币政策的执行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相当强调 希望透过一些有道的手法 是驱使市场自行去减低息率压力 并非由政府出面去刺激 当然干准是有一个机会的 但是如果说HPR会不会像1月那样再下跌呢 其实市场已经估计是比较小一点 因为你再减下去 其实你可能对人民币也有一个贬值压力在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留意 虽然内地通胀比较低相对 都是两点多 但是内地通胀是没有计算住屋的 所以其实看到今年来说 主要价格上升 其实内地的通胀也有少少上升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人行未必会一次过 那么有动力去移动 它反而透过其他手段 就像刚才所说的 可能透过一个市场有道的方法 或者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逆贵购 或者中期调期的利率 就是NPL 都会做一些手段 令市场利率慢慢向下 减轻中小期的压力 就去减少NPL 所以其实人行做事也还有很多 其实它也说了很多次 它是男子操作的工具 就不会单单在NPL入手 很多可以做的